再來看一下黃淨秋的問題 他也有那一種蚵仔的照片給老師看 他說他的蚵仔已經種六個月了 現在的蚵仔是在第七個月 所以在咖啡的部分 是不是要再加淡薄 他不僅是種七千多長 如果這樣有的肥料要多少 他種五六個月的肥料是 等您講一比一比四 一比一比四 這款的肥料應該是 已經五六個月 因為一般我們在蚵仔大概就是 差不多整四個月的時候 整四個月的時候 它是遭營養生長 那這個時候 淡稍微比較高一點 這沒什麼要緊 但是到買來 純粹蚵仔要好吃 蚵仔要有重量 一般來說 在買手這隻吃 這就很重要 就是說它的吃肥 這個輸給量度的比較高 淡薄 所以在我們一個管理裡面 這種在咖啡的應用 大概都會修改 條件讓它比較高 但是 更高 沒有1比1比4 那一般我們在用的一個 大概就是有一個夾 大概是蛋的兩倍 這通常他們在用的一個在我們 管理裡面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比例 一些比例 差不多是這樣就已經很OK了 所以通常 在這個管理上是沒有 沒有跟1比1比4的這種的比例 所以我們 很多的就是 讓它加更高 甚至有的看情形 例如說 如果下雨比較多 或是說 那一年水分比較穿潮的時候 那時候 放得不乾 那時候 鋼比較會把他猶得很高 不然來說 是不必猶得那麼高 他不必猶得到1比1比4的 這種的比例 正常就是說 你這個鋼肥 大概如果是這個比例起來 等你吃這個比例 如果一比一比四 應該他鋼就已經 這個比例已經很高 一般大概在1比2 就已經是真有夠了 就是說這種的這個比例 甚至有的人 是在在種蚵子的時候 是蚵蚵得驚 他用蚵蚵得驚 那蚵 水蚵 這個通常是 所以 你這個應該是 不用再夾 不用再調整太高了 大概這個量 應該一般來說是 相當的一個 但是我們在算 這種比例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講一下 這種是 這個蛋 然後磷是用磷肝P2O的一個 這個比例 夾是用氧化夾K2O的一個 這個比例 不是說一包一包一包 一包 這款的 所以你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麼正常來說 這個量 不是說 我們在算一分底 一分底大概 一半 一五月 一五月 我 因為他那是 他通常一五月 他差不多一包 一包四十公斤 這大概是一個月 一包半的一個量 一分底 大概就是一包半的一個量 大概60公斤 他們的量比較重 因為蝦子比較久 所以 得到比較重 所以 很多 很多是這樣的 這個管理的 這個模式 所以 這給你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就是 大概 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 Freda 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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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plays 一包二 sudah很OK 但是 你已經夠執 Cheryl 一包一包一包 這櫃已經有比較多 本 asset 已有比較多 包括這個 這個部份 現在已經流到比較ري потом 你看 一包一包一包 你以後 如果 冒乾 一包一包 像 看 看淡淡這種 其實你膽比較高 它的蚵仔會大條 但是它就是一個雞鎮十斤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還不錯的 這種就說起來應該這個蚵仔會比較雞鎮定白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一般來說它在營 大概就是這個比例就是一分底 一分底差不多就是這個量大概都正常 是差不多在這個蛋還是會比較 尤其初期現在慢慢我們會去調整 慢慢變成說一開始 一開始你可能就是可以用這個五盒 還是用這個再來用四十三 最後就是通常到後面 只有四個月差不多三四個月 我們這家一直跟月季這家全都改成四個月 這半個月就一次 那麼每一半 每一半在漏 你差不多30公斤 就是說你不要半個月15天一半 你不要漏得漏得漏 這樣起來你就是不要說一半 就漏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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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30公斤左右的量 那麼這起來這個效果 這通常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價應該是不用這麼高 價應該是不用這麼高 所以這是一個 讓你稍微做個參考 就是說 一個一個黑店 比較沒有什麼 會有稍微有一點不同 但是一般來說 四盒 1比2的單價比 對蝴子來說 已經有相當的一個 這個 相當的一個 這個市場 所以這在這裡 讓你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在這個管理裡面 大概是這樣的 一個處理的方式 如果你如果是 在水蝴子 比如說在水蝶這種 這個蝶不用這麼高 這大概1比2的這個蝶 這應該就已經有夠 所以我會用這個四蝶子 大概是這樣 一個處理方式 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這個參考 所以 那麼15天一片肥 這一片差不多30公斤左右 他熱肥要熱到什麼時候 大概 因為蝴子的時間很長 蝴子我們熱肥的這個時間 他通常 他到這個 6個月 這隻吃 6個月左右 這 6到7個月 應該你說第7個月 第7個月 這隻蝶子來熱肥 因為你的蝶子也沒有很空 不用 直接說 一定 因為這個蝶子已經很高 所以在這隻蝶子 你可能還熱一邊到兩邊 譬如說在7個月這隻蝶子 還熱一邊到兩邊 後來這裡 就沒有熱肥 就讓它慢慢慢慢 水蝶的管理 讓它放下 讓它有一個 這個 適當的 這個生息 這個通常是這樣 一般在熱肥 是熱到差不多6-7個月 這隻蝶子 6個月到7個月 這個地方 後面過 就差不多準備要拆收了 所以通常 所以你這 第7個月要熱肥 應該是不需要 你之前你熱 5-6個月 熱的肥蕾 不用說特別去熱肥 這樣咬就已經夠了 這個提供給我們 好朋友 在管理上 還給你做參考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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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